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头道 路易 我回来了 路易道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蓝青玄道 我这可是为了兄弟你回来的 你今天必须请我喝酒 路易道 没问题 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地址早就发给你了 钥匙在门外的地毯下面 蓝青玄道 什么时候这么天心啊 有女朋友了 路易道 我向来如此 蓝青玄道 鬼才信你的话呢 我先回去补个觉 晚上见啊 到时候你把酒吧的地址发给我 红豆酒吧偶遇 路易下班后 来到红豆酒吧见蓝青玄 他刚走进来 便看见蓝青玄喊道 路易 这里 路易 不禁以皱眉 哎 还是那副样子 一点都不稳重 他看了一眼 蓝青玄道 哼 黑了不少呀 蓝青玄笑道 你懂什么 男人黑些 才有魅力 待路易坐下来后 蓝青玄忍不住问道 路易 你怎么喜欢这个格调的酒吧了 不是你的风格呀 路易道 今晚有一个猎务 到时候看看你本事哈 蓝青玄疑惑地道 几个月不见 你转性了 路易道 想什么呢 一个销售经理 看你有没有本事 敲到陆氏集团来 蓝青玄道 感情我刚回来 你就要我牺牲色相啊 路易道 我做正经生意的 你想多了 蓝青玄道 无趣 还是那样不愿意开玩笑 路易喜欢的女生类型 路易和蓝青玄在酒吧喝着小酒 偶尔一抬头 居然再一次看见了袁金夏 杨月 上官西三人 不禁笑了笑 还真是巧了 他只看见金夏拿着酒杯 笑着道 来 庆祝我们检验台设计成功 大家喝一杯 路易不禁笑了笑 原来是检验台已经生产完毕了 看来他做事效率倒是挺高 这是奖金到手了 前来庆祝的 不过 他貌似忘记将自己拿份给自己了 其实 路易当时只是想要逗一逗他 听着他说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的虚伪话 他只觉得好笑 他又不是傻子 自然清楚他定是为了奖金才如此努力的 其实 就算他说是为了奖金 他也会觉得正常现象的 身为员工 为了自身的利益努力 那也是企业的信誓 他看见他拿起酒杯 好爽的道 上官姐姐 我们干了这杯 他看见他立刻阻止了杨岳端起的酒杯 用眼睛瞄了一眼上官西 道 大阳 你不能喝酒 你若喝酒了 一会儿谁开车送我们回家呀 路易这才看了看杨岳 他惊喜地发现 原来杨岳喜欢上官西 原来他是帮助杨岳追求上官西的 那一刻 路易只觉得心情大好 路易继续观察 他发现他喝酒 倒是毫不装甲 一杯杯酒下肚 越发地豪言壮志起来 那一刻 路易再一次地笑了笑 蓝青悬被路易的笑给惊呆了 顺着路易的眼神望去 原来是盯着人家小姑娘看的 蓝青悬笑了笑 看来万年不开花的铁树 这是思春啊 蓝青悬笑着调侃道 看上那边的小姑娘了 路易摇了摇头 道 陆氏集团设计部和平保部的 蓝青悬故意拉长声音道 哦 原来如此 喜欢那个小姑娘 路易道 别乱看微笑 我们不熟 蓝青悬道 不熟哟 这样 路易不理会蓝青悬的调侃 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拿起酒杯 道 喝酒 蓝青悬笑着道 上学的时候我就说你喜欢原恋爱笑的女生 你还不承认 我看你就是口是心非 路易道 你在胡言乱语 你信不信我给裴子清打电话 告诉他 你回来了 蓝青悬立刻紧张地道 喝酒 喝酒 翟兰叶认识上关系 路易和蓝青悬正在喝酒时 发现翟兰叶再一次走进这家酒吧 而路易真正想要等的人也是翟兰叶 他清楚 若是能够撬走翟兰叶 那么对公司而言 有利无害 他刚想找机会和翟兰叶打招呼 却发现翟兰叶走到了圆金巷那桌 因为翟兰叶背对着他 所以他看不清楚翟兰叶的表情 猜不到他和圆金巷他们说了什么 但是他看得出来 貌似翟兰叶认识上关系 他是和上关系打招呼的 翟兰叶和上关系闲聊了两句 便离开了 路易并没有再找机会去搭讪翟兰叶 或许可以从上关系的身上入手 找到翟兰叶的弱点和在意的东西 再想要撬他 那么势必会事半功倍 喝了好酒 蓝金巷忍不住问道 路易 你说带我见一个人 人呢 怎么还没见到 路易淡定的道了句 走了 蓝金巷疑惑的问道 走了 你不会骗我的吧 其实想让我见的 就是对面那个小姑娘 路易道 你非要这样想 我也没有办法 男青悬道 请 呼呼去 路易叫住了原金下 路易看见金下喝得有些高 需要杨月扶着才能走 心中略有些不悦 酒量这样差 还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喝酒 这个女人 知不知道点安全意识 路易虽然心中不悦 但是依旧装作 毫无在意 戴杨月扶着金下 路过路易身边时 路易故意出声道 上官经理 来这里喝酒呀 上官心没有想到 灰玉娟陆总 淡定地打着招呼 道 路总 你也来这喝酒啊 蓝青悬看了看最久的 那个圆脸小姑娘一眼 又看了看路易 偷偷笑了笑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样口是心非